嘴巴裡面都是血 他還勒著我的脖子 吹我的脖子 我都覺得我快死了 但是飯店的人其實並沒有 就是過程中他有一直請飯店 就是拿 就是拿冰敷帶啊 買藥啊等等等等 但是飯店的人都沒有覺得說 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其實在他打我之前 其實他就已經先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他把我包包裡面所有的東西 丟在斗廊上然後到處亂查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當下就是在點東西的時候 飯店的服務生又過來 我當下的甚至有請他 請服務生來救我 然後他就大聲呵斥說 請服務生就是不能幫我點東西 要請服務生立刻離開 好人 因此 其實我根本無力還手 就是我早上也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開啟寶的包包丟在地上 然後散落我滿地 然後去撿 然後到後來對我動手 這整個過程中我都沒有對他出手過 那因為他身高將近180公分 我才158公分 那他力氣也非常的大 所以我根本無力還擊 那更何況說 我也很怕說如果對他還擊的話 他會對我就是更加粗暴 所以其實我都是只有埃打的份 那我是覺得非常的弱勢 那甚至他一步就把我的手 用他的腳就是壓在地上 然後一直就痛打 讓我就是雙手就是被壓制在地上 然後他會一直打我甩我發掌 連逃都不能逃 所以我是覺得說在回想當下的狀況 我覺得我真的非常魚稽有止 去跟一個已經情緒失控的人 去跟一個怪物或者是野獸跟他對打 對我也不會有好處的 所以其實我當下也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只有我就是好像受虐挨打的份 我現在想不起來就覺得 對啊就是真的是魚稽有成這樣 完全這個不可能再有任何的連日 對那我也希望他能夠誠實的面對自己 然後就是包括自己的錯誤啊 還有自己的這些過去 我覺得應該要好好的檢討好關係 然後應該要好好的 因為他真的傷害太多的 太多的女生太多的受害者 那我剛剛也聽其他同事講 就是他們那邊也接到好幾年 就是被他傷害過的人生的一些資訊